斗六市的文旦栽种面积大约有182公顷 因为土地和气候因素 加上农民多年来的栽培经验 也让斗六文旦颇富盛名 这一次透过民间企业 把4700多顿的斗六文旦外销到新加坡 县长张立善和斗六市长林胜爵等人 都特别前来参加风贵仪式 在斗六市所出产品质最好的文旦 也将要外销至新加坡 县长张立善以及斗六市长林胜爵等人 也都专程参加风贵仪式 希望未来除了文旦也能够外销更多运营商品 打开国际市场 那当然今年受到疫情的关系 对于其他的大陆的外销 稍微有一点受阻受挫 但是我们开辟其他的管道 来弥补这个缺口 所以我想今天是我们非常棒的一个出口 到新加坡的一个机会 那未来不只是我们的斗六文旦 包括我们的云林良品都有这个机会 都有这个管道 那希望这个管道建立以后呢 好的产品都可以介绍给全世界的乡亲来认识 在斗六所出产的文旦品质也都是十分的好 而要外销新加坡却不是那么简单 脚果石油被蚊虫叮咬就没有办法通过 而透过外销市场也能够稳定国内的文旦价格 由从光果园开始 未来他们也将辅导更多农民进行外销 这次是我们个人先出 因为我们产销班的班员也还开始在想说 要先看我们怎么出的状况 然后我们当作第一个带头 我们先第一个先出第一个货柜 之后我们来慢慢引进我们的产销班员 然后跟着一起做产销履历的状况 然后一起把我们的水果品质提升 才有办法行销到各国地方去 因为在外销市场上面有从 基本上过海关就过不去了 可是在台湾呢 东方果石营是主要疫区 所以在台湾的市场 东方果石营可能在装箱的时候 我们也都是会挑起来 可是如果就是非常小的 因为它的点非常的小 它钉死在果实状况底下 其实不太容易发现得出来 行销公司表示 目前新加坡市一年世纪都有文旦 而斗六文旦要怎么样 才能够在市场吸引消费者 就要靠着斗六文旦的高品质 不论是甜度或是口感 斗六文旦也都胜过其他文旦 我们走礼盒方式 礼盒的方式就是让大家可以知道 台湾的农产品不一样了 而且台湾的农产品的质量非常好 那其实以新加坡来讲 他们本身就一年四季都有柚子 因为有泰国啊马来西亚这边的柚子 那为什么会这次还是选择 台湾的柚子出去文旦柚的部分 因为台湾的柚子 我觉得味道很不一样 这是我们台湾的特色 在斗六市所出产的文旦 不论甜度或是口感 也都比一般文旦更加优质 可以说是文旦界的高级品 除了这次的外销活动 先回邀请更多人共同来品尝 借江亿云里县采访报导 中文旦的那种 笔案 这次的呀 和正就点开